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财经一点通一点就通 我是Daisy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房地产的话题 因为呢最近啊 大家都观察到了呢 好像是说利息未降啊 这个房子先抢 那么我们今天就有请我们的房地产的专家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形式 好我们有请Rebecca Foo 你好Daisy 好那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Rebecca呢 她是活跃在我们湾区经验丰富的房地产经纪人 那么透过这个不断的对市场的分析 还有这个专业的培训呢 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 好你今天就来给我们 先来分析一下吧 现在啊这个地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式呢 好的 最近呢 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的火 其实都出乎我们agent的预料 而且火得非常的早 一般来说咱们湾区的或者是硅谷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到三月份才开始比较火起来 一直能持续到五月份 我们湾区其实不止湾区了 全美国有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有孩子上学的问题 一般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呢 特别是他们 他们需要在三月到五月中间 一定要买一个学区房 如果他们很重视这个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 尤其是在我们硅谷 非常的重视教育 所以有孩子的家庭 或者有学龄前孩子的家庭 他们一定要在三月到五月把这个搞定 不然的话会影响孩子的生血和申请 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有的家庭呢 有生孩子 生孩子以后可能就会请父母过来帮他们照顾 那这个情况呢 一般买家他就会买个房子 或者是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所以这个情况在我们湾区或者硅谷也是很常见的 因为在这边工作的人 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忙 那自己照顾孩子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一般来说有了孩子的家 至少前两年都会请父母过来照顾 那这批人也是需要买房子的 为什么提及这个呢 是因为最近吧 虽然很火 但是买房子的主要的买家还是有刚需 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真的这么积极的在这种市场不太稳定的情况下 一定要去买这个房子 之所以出现比较火爆的场面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房地产市场这个卖价很少 比以前的卖价要少了很多很多 据统计说我们温区或者硅谷的房子上市量比以前要少一半 所以那么就显得这些刚需的买家就一下子好像很踊跃的样子 是这些方面 还有呢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美国很多大公司 尤其咱们硅谷的大公司 像Google啊 Apple啊 他们都已经不太允许 他们都员工全全时间的在家里工作 remote工作 在疫情期间 他们还在外周找了很多的员工 那那些员工呢 他们的要求就是 要不然你就搬到湾区 搬到硅谷来 要不然你就quit 所以这也造成了这批人 如果他想保留这种大公司好的职位和薪水的话 他们就会考虑往湾区或者是硅谷来搬 这也是一部分买家的来源 再有就是外周的毕业生 那么他们如果是学computer science 在这个方面 他们肯定要来硅谷找工作的 因为这毕竟是他们一个是机会多 一个是无论如何是他们一个好的基础 他们在大公司工作了一两年之后 他们哪怕在跳槽去别的州 那他们的这个履历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现在总结起来 在这种房地产市场特别紧张的情况下 还出来买房子 而且利率又那么的高 大家都知道 他们还不得不下手买房子 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刚需的买家 那么看来这个硅谷的这个独特的这个位置 还有它独特的特点 它仍然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 那就算是说 那么这些刚需啊 也可以说有些人其实他都等了 不止有可能不止一年两年了甚至 他为什么他就不想再等了 就是说今年这个降息的这个消息 早就已经传出来了 你觉得说他们现在心里是怎么样一个心理活动 他为什么不再多等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就把息降下来他再买呢 一般的这个时间点是这样的 如果他是刚需必须要今年买房子的话 那他肯定要在三月到五月买房子 不然的话他根本就赶不上他的需要了 再有呢就是所谓的FED降息 最新的消息就是他们从六月份才开始考虑降息 虽然大部分人都压住说他六月份会第一次降息 但是从最近这几个星期FED出来讲话的这个态度来说 也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 而且降息也不是一下子就从现在的百分之六点八到七 他能降到以前疫情前的那种水平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也就是降个0.25 0.5了不得了在今年的情况 所以一般来说 其实对这个现在必须要买房子的人来说 这个区别不大 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还是必须要积极的来采取行动 来开始买房子 那么另外呢 根据现在这个这种你刚才介绍这种情况 那会不会出现一种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抢了 那那些卖房子的人 哎呦那赶快把房子收拾收拾 放到市场上就算了 那这样他花上两三个月时间 把那个房子收拾好了 这样下半年呢 会不会因为大批房子进市场 然后呢就会造成这个 哎抢的对买家来说会好一些呢 还是说呢是会更多的买家 因为哦真的是利息降下来了 那赶紧往市场里冲吧 再包括就是说 本来也在买在抢没抢着 然后呢下半年接着抢 就说他这个市场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你怎么看 这个讨论一直在持续 英雄所见不是略同啦 就是我们基本上 专业的人是都觉得 下半年肯定会继续火热 但是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 因为毕竟房地产买卖 是有一个周期的 一般都会集中在上半年 那下半年 因为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有感恩节和圣诞节 那么美国人一般不喜欢 在这种大的家庭的节日 前后来买房子 再有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利率真的降低 也不会有太大的幅度 那对于卖家来说 如果利率不能恢复到 和疫情之前差不多的水平 或者是哪怕高 也没有高太多的话 他们还是没有强烈的意愿 买房子的 想想疫情之前 美国低利率已经持续了很久了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客户买房子 最低的利率才百分之二点几 那现在和现在的百分之七比起来 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鱼的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百分之二到四之间 这种利率买房子的seller 一般他们是不会考虑买房子的 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比如说失业了 就是这个房贷供不起了 或者是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比如说回国了 必须要搬到外州去啊 等等这些特别的情况的话 其实他们还是不会出手买这个房子的 因为利率像从百分之二涨到百分之六 或者从百分之三涨到百分之七 那对于他们这个贷款的压力 将是很大的变化 所以他们就不会这么快的 轻易的就把房子拿到市场来卖 我估计房地产的市场里面 这个seller或者inventory 能够升高的话 估计怎么要等到明年或者后年了 这个拿到两点多利息的这些朋友 我感觉就真的是保了个大元宝 其实千万不要轻易的把它出手 让多少人羡慕啊 就是利息很高 包括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啊 没办法只能高息买房子那些人 真是听到这两点多啊 那简直是真的是羡慕啊 对是这样的 是好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想请教一下 Rudyka啊 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 最近几年以来吧 特别是在湾区里面会有那么一群 有那么一个族群啊 就在盼逃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到了退休年龄 或者是呢 接近退休年龄 有的人50多岁就开始布局啊 以后退休以后的去向 那么你的里面啊 很多的人可以说是 他们都不觉得将来啊 他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们非得留在硅谷这个地方养老啊 主要就是刚才你分析的这种情况 有各种原因 把那些上班的人工作 非要在这儿的人吸引来了 那那这些人呢 就不一定在这儿的人 那么就有很大的意愿 我要离开硅谷啊 那么离开的这个群人啊 那么就开始放眼望去啊 在这个选择当中呢 其中他有一个选择啊 就是夏威夷啊 那么据我所知呢 你在这个对这个夏威夷也是情有独钟啊 而且呢也特别是对这个市场呢 有一定的研究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就来满足一下我们 对夏威夷充满了向往的 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好奇心 因为这个夏威夷啊 再怎么说啊 他虽然不是另外一个国家 但是呢对于这他 他还是有一种感觉是在远渡重洋啊 就是最起码看看房子 他开车去不了了啊 那么就是 overall来说 你对夏威夷的印象 他除了是很多人蜜月去的地方 他如果真的去养老 他的考量就不一样了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 我和我先生的确是对夏威夷情有独钟 我们在那边买了两份time sharing 也许有的朋友对这个很 有一些了解 就是我们每年去那边度假 一般是两次 或者是有朋友跟我们去 可能就是一次 那边呢气候非常的好 不像有些朋友想到说那边很热 不是的 那边一般来说 一年四季的温差差不了十度 所以夏天还是很凉快 冬天呢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们自己很喜欢那个地方 那我们就准备 等我先生退休了 那我们就搬到那边去 一直有这种的想法和愿望 但一直都没有下手 因为那时候我老公还是年轻嘛 所以 你也年轻嘛 但必须得互畅互随 不是吗 所以我们就一直停留在嘴头上讨论 讨论每次去那度假的时候 就在那想啊 天马行动地说 哇以后退休了 一直住在这儿 很美啊 结果到了疫情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这个夏威夷那边的房子就 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便宜 但没过几个月 那个房价就 涨得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remote这个work啊 很多人都搬到夏威夷去住了 因为相对来说 刚开始的时候 夏威夷的房价便宜啊 所以大家就都跑到那边去抢房子住 没想到那边 因为房地产市场 毕竟没有这么大的容量嘛 一下子就把房价给抢上去了 那我们开始 我们看到了一个房子呢 大概 比如说 当时也就我们刚看的时候 50万左右 没过几个月就涨到了150万 哇这个涨幅 简直是跳跃式的 对 跳跃式的 然后我们真的就 哇 好惊讶呀 不过 还是比较幸运的 我也是很决断 说在利息4%的时候 就去买了一个房子 对 我们是买在 Honeylulu那边 本来我们是想买到 毛衣那边 可是我们看中的房子那边 的确就是涨得太快了 像我们说的 这个50万 涨到150万的 就是在毛衣岛上 那最后我们就选择了 在Honeylulu岛上 因为那边 我们后来比较来看 觉得生活上 还是方便了很多 而且一些基础设施 也会很全面 比如说医院呀 交通啊 各个方面 贸易呢 就更适合度假 这个很适合生活 那么从 那么从这个 你刚才说一下 说这个房价涨了 那从这个 跟硅谷地区相比来说 那么如果说 从硅谷走掉的人 那你觉得 现代夏威夷 它的房价 是在一个什么水平 就是它还是会有 以后涨的空间 就是它跟硅谷的 这个差距 是有多大的差距 就类似 同样的房子 差不多的 它的这个性价 这个价格上 会有多大的差距 现在来说呢 好的location 其实是差不多 夏威夷那边的房子 房市的一个特点 就是 它的inventory seller 永远是很少安上的 这跟州政府的政策 是有关系的 因为 当然我们加州 也是有限制 就是不允许 你随便买土地 开发成residential 这样的 那在夏威夷那边 就控制的更加厉害 因为它要保持 它的旅游业 如果把它 这个土地全都变成了 residential的话 那它的人口密度 就太大了 那 对旅游城市来说 这个是一大忌呀 所以它就希望保留 它的这个 原来的这种 自然的面貌 而且当地呢 它有印第安人 那边 印第安人的权益 比咱们这边要 大得多 就是政府要保护 所以他们也就不会放出那么多土地来盖房子 那据我们所知 我们在那边这么多年只看到一处 那么真的放出来建比较密集的居民区 就是在Eva Beach那边 当你去那边看房子的时候 就发现那好像不是在Ava Beach 那就像在别的大城市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理解了夏威夷州政府 他们的政策 的确是 他们是很正确的 能够大量的开发这个住宅 否则的话 夏威夷就跟别的州是一样的了 没有它的特色了 那它是以旅游业为经济支柱的嘛 如果要是真的失去了这个 那夏威夷真的就没有前途了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 如果谁要真的是非常想在那边的话 还是要尽快抓紧 因为如果它开发有限 但是呢 那大家都往那涌的话 那势必这个价格还会炒得更快呢 当然价钱还是会炒上去 但是不是像这边有那么多的就业的机会 所以到那边去买房子的人群 还是有一定的局限 就好像你刚才说的 一般是退休人士 说到退休人士的话呢 我相信呢 很多他们关心的呢 就是如果就是在那 真的就是到那边去退休了的话呢 那他很看重的 第一那是医疗 比如说那老年人 第二呢 就是说他退休以后 肯定他是需要community的 他需要朋友啊 需要在一起 还有餐饮 那么从这些方面的话 那个夏威夷是一个什么情况 朋友如果你是住在 condo的这种社区的话 那是不缺的 而且你周围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跟你一样的年龄啊 一样的背景啊 一样的生活状态啊 所以朋友一般你在你的社区里面 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得到 随便什么时候出去都可以找到打球的伙伴啊 一起聊天的朋友啊 这个是很容易的 那有就是很多人呢 到那边去 他很希望有海洋 就是喜欢水上活动的人 比如说我老公他就很喜欢游泳啊 这个方面 那边虽然是海边 但是那边的睡眠铺和游泳课 非常的多的很多的选择 那小孩子真的都不得了 那边有出了很多咱们美国国家队的选手 而且那边的冲浪啊 什么帆船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在这边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活动 那边就都有 我们就打算到那边去买个小船 因为我们你看我后面的那个背景照片 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买的房子 那是一个入海口 我们可以驾着小船就能够去买购物 在河的对面就是Costco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哇 这个到了那里就享受另外一种的全新的退休生活 驾着小船去买grocery 哎呀 这是听起来就让人向往啊 好的 那么我们的朋友们 如果你对也是正在考虑 或者说正在考虑下一步啊 如果你retire了以后 或者是在几年以后要retire的话 如果你对夏威夷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和瑞巴凯莱联系 当然了 对湾区现在的地产 如果有你是想买或者想卖的话 也可以跟瑞巴凯莱联系 那Rebekah的联系电话可以讲一下吗 好的 我的电话是4086667719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Rebekah 给我们这样的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可以不用这个远渡重阳 至少我们现在对夏威夷有一个 general的一个认识了 好的 那我们期待以后听到更多的分享 好的 谢谢Dancy